5 4 3 2 1 火光照亮夜空 SpaceX的北京新聯名火箭 终于正式发射成功 带着四名太空员 从佛罗里达州飞往太空 这是自美国太空走手NASA 50多年前登月以来 距离地球最远的旅程 2分钟到飞 全部都继续看得好 北极新聯名火箭 先前因为氦气泄漏 恶劣天气延后发射 这次成功升空 令马斯克也兴奋地 转发X波文庆祝 因为北极新聯名火箭 将实现世界上第一次 民间商业太空漫步 也是将SpaceX第一次品牌化 这四位平民太空员 分别是亿万富翁 艾萨克曼 美国空军脱役中校 波蒂特 SpaceX资深工程师 吉利斯 以及兼任医务官梅农 他们前往距离地球 最远1400公里的位置 并进入地球辐射带 停留10小时 除了太空漫步 将测试太空服的舒适性 星链通讯等将近40个 实验性项目 预计5天后返回地球 这时还得确保 有适当的降落海面 以及风势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